展示2030的目標 我們要有更大的企圖心 突破瓶頸 重新設定2032年和2035年 更加積極的減碳新目標 同時最好的能源是節能 台灣的經濟發展 需要產業和外資 持續在台投資 也就需要穩定的電源 節約能源會比開發能源更有效益 也是最具成本效益重要的方式 這也是直接有效的減碳策略之一 當我們多節約一分能源 就可以多減少一分碳 去年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 結論之一 就是要在2030年 讓能源效力聯軍改善力 從2%提升至4% 提升能源效率已經是 邁向淨零排放的國際共識與趨勢 未來政府會逐步推動節約能源政策 鼓勵各行各業推動深度節能 從高排放企業到醫院 學校甚至是家庭個人都需要參與 推動深度節能不能只有政府投入 而是向經營一支棒球隊 必須有各個角色的參與 才能夠組成好的團隊 能源技術服務 ESCO就是球隊的分析師跟訓練師 可以替企業量身制定最具成本效益的節能計畫 確保每一分投入的經費 都能夠達到最佳的節能效果 因此未來深度節能的推動上 我們需要ESCO的參與 讓陣容更加堅強 政府會與產業合作 提出投資獎勵 投資抵檢 政府補助等方法來協助產業節能 政府也會與保險 受險業者合作 推動ESCO機制 提供資金幫助改善設備 改進生產流程 節省下來的電費再回饋到投資方 而收取的保費 將會用在國家建設上 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經濟 當前全世界都面對極端氣候 與減碳的挑戰 但我相信 只要大家同心協力 落實創新轉型改變 就可以迎來世代永續成長的機會 透過這個委員會 我們不僅僅要借重各位顧問 和委員的專業 多元討論及時廣益 也會借盡英國、日本等國家 在綠色成長上 創新且務實的缺淚 透過工部門以各行各業一起行動 我們就能夠更有效力的 加速推動台灣的淨零碳排 待會兒也請各位踴躍發言 分享專業和經驗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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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